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出生日期 我们总是在讲说 我的八字出生日期是要用农历 还是以国历为主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 是要以农历为主 其实各位要记得 在以前护正体系还是不完全的时候 这时候很容易你去报户口的那一天 你的国历的生日 就会写你报户口的那一天 所以在以前的老一辈都会跟你说要以农历为主 但是现在护正体系已经完整了 所以在护正体系完整的情况下 现在在报户口的时候 他都会是以你真正出生的那一天为主 所以只要是在这一种情况下 不管你用国历或者是用农历 只要是指着同一天 其实不管国历或者是农历都可以拿来算八字 但是假如出现了国历跟农历是不一样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以农历为主要的出生时间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